教你们一个约会时候快速升级关系的套路 都说呢聊十次不如见一次 那很多男生大费周章的把女生约出来了 然后呢不知道该干点啥 最后可能连手都没拉一下 今天呢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约会时间 迅速拉近关系的详细流程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以后用的时候啊找不到了 首先你要知道啊 能被你单独约出来的女孩子 都是对你印象不错的女生 所以你这次约会的目的呢 是升级你们的关系 多去做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 这样呢他才有机会成为你的女朋友 但是呢这个度也要把握好了 不能让他反感 那么首先呢你们吃饭的时候 你一定要尽显身世 让他对你呢第一印象加分 吃完饭呢你就带他看电影 看电影的时候呢 你可以偶尔的贴近他的耳朵 小声的和他探讨剧情 然后呢你就可以顺势的深吸一口气 说哇塞你的头发好香呀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的回应还不错 你就可以轻轻的搂一下他的肩 大胆一点稍微强势一点 如果说这个时候女生呢还是没有拒绝 那么一个小时以后 你就可以去拉他的手 顺势呢把他拉进你的怀里 等气氛到了 或者说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 你就把他的脸翻过来直接吻上去 一定要快啊 但是吻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那么重点来了 回去之后呢 你就不要有任何的举动了 也不要马上就跟他表白说 让他做你的女朋友 隔一天再说 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 自己猜 自己猜 自己猜